- 不理人了, 不理人了 - 我有些...就是... - 甚麼? - 因為我太背了, 跟不及這個城市的節拍 - 是甚麼呢? - 是不是曾經有個小忌廉展 - 是不是結束了嗎? - 是在這個羅浩坊的 - 結束了嗎? - 結束了很久 - 最近有甚麼展? - 好像有些東西 - HKPTA在地鐵廣場搞了一系列的 - 即是本地製作商的一些玩具的展覽 - 亦都有一些相應的限定品會駐場有得賣的 - 亦都有一些很漂亮的 - 差不多成個人那麼高的figure - 是的, 很大隻的 - 做Display的 - 如果大家喜歡玩具又想打卡的 - 不妨去這個地鐵商場走一轉 - 而且是每個商場都不同的 - 這些Display - 好啦, 有幾位觀眾呢 - 是由節目開始到現在都想我們講Andor - 說一點點 - 說一點點 - 我們不劇透住 - 我有幾樣東西想講的 - 第一 - 我覺得他有一件事很成功 - 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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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無論是Andor自己住的城市 - 是的 - 即是他養母住那裡 - 他有時有些zoom out的鏡頭 - 還有他監獄的鏡頭設定 - 他都是設計得很有心思 - 因為看科幻片很多時候 - OK - 看科幻片很多時候 - 無論是波羅米修斯 - 應該是波羅米修斯 - 應該是波羅米修斯 - 應該是波羅米修斯 - 黑炮 - 很多很多科幻片 - 當然他拍了一個科幻城市的時候 - 你都覺得那個城市比泰古城還小 - 泰古城還小 - 泰古城還小 - 好像幾棟大廈 - 拍來拍去都拍不到一個真正的城市感給你的 - 但Andor就能做到的 - 尤其是監獄的設計很巧妙 - 因為他裡面的設定是一個同樣的 - 每一個倉都是一樣的 - 它是有交錯的橋 - 而且你知道每一個倉的設計都是一樣的 - 變了他不用轉鏡 - 不用轉設定 - 只要在交錯的地形橋 - 見到世界好像很大 - 那個尺寸的感覺做得很好 - 劇情不說了 - 另外做得好的就是 - 我有師兄說悶 - 是 它是慢一點的 - 它是慢的 - 第十集 - 十集 - 我覺得它比一向的 - 我們現在近看 - 慢很多 - 因為我們習慣了Marvel劇 - 常常六集 - 八集 - 它是十二 - 它明顯是一個十二集的節奏 - 但你說它是否慢呢 - 我都覺得它是慢的 - 尤其是頭幾集 - 尤其是用星戰的殼 - 包裝做一個革命片 - 真是一個 - 它最成功的地方就是 - 雖然是星戰好像很高科技 - 但其實在高科技的背後 - 都是一個用耐了的高科技 - 慢方世界 - 即使你是很高科技 - 但是它刻意將一些東西 - 都用很低技術的方法去表達 - 這是怎樣接地的做法 - 因為沒有準備 - 我記得想說的 - 我第一件事很厲害很厲害的 - 就是幾個演員 - 男主角 - 男主角 - 還有那個 - 帝國軍裡面的兩個比較年輕的角色 - 一個是類似城館的男生 - 另一個是類似國安的金頭髮 - 那個女人 - 那個女人 - 這兩個演員真是很好戲 - 那一陣隨便 - 只是走出來的表情 - 射得上身 - 尤其是如果你看《大英局》那一集 - 那個女國安的表現 - 那個表現真是 - 哇 - 這些演員 - 之前不認識她 - 我不認識她是哪些劇 - 最後就是完美演力 - 做一個高層落到這麼貼地的時候 - 到底她們的應變 - 真是殺到近身 - 他們有真實的感情 - 處理方法 - 處理方法 - 有師兄說 - 只是偷東西那裏都三集 - 用不用嗎 - 不知道 - 劇的東西喜歡就喜歡 - 不喜歡就不喜歡 - 我自己真的很喜歡 - 導演說了她很想知道真實的 - 所以就算她要偷東西 - 都會練習、演習 - 在地圖上說完就算 - 真是一套 - 似乎這部劇的節奏 - 被人扣病 - 現在網上是真的 - 喜歡的人就會很喜歡 - 覺得她是Star Wars做好的 - 其實現在很多 - 我們差遠一點 - 很多片近來的評論都很兩極 - 什麼片都是 - 她是 - 我覺得Andor有一個問題 - 她的節奏 - 有些人就是 - 入了去 - 鍵了就鍵了這個位置 - 真是一個問題 - 我自己都覺得她是慢 - 最厲害的Andor就是 - 從來不看《星戰》 - 這個真是遊戲 - 他們真是交到戲 - 每一個演員都是交到戲 - 因為她真的慢慢地去浸出 - 因為有幾位師兄不喜歡看的 - 可能有一個話題 - 看了五集沒有看 - 譬如她第一集 - 她有鋪排男主角 - 她的村莊裡的親戚朋友 - 即是她的繼母 - 和她的類似不是女朋友 - 即是一個女朋友 - 油箱口 - 這些東西就沒有了 - 這些東西就沒有了 - 要不要猜猜兩三集 - 她鋪排一個 - 後來會再出現 - 後來她是會再出現 - 後來她是需要鋪排兩個人的關係 - 她們兩個人有多親密 - 才能夠證明到最後 - 為何安藤會這樣出現 - 她和她繼母的關係 - 這些是需要時間 - 還有有師兄說 - 為何坐牢要三集 - 其實我覺得 - 反而這件事是很重要 - 因為就是這個時間的折磨 - 就是一個重複性 - 因為他們在這個監倉裡 - 如何去磨蝕一個人的意志 - 因為她不斷重複地做同一件事 - 重複 - 恐懼 - 所以我覺得她是拿了一個平衡 - 你不能夠真的展示她幾個月 - 但三集是 - 她已經是剪來剪去的 - 其實你一集 - 那一集裡面 - 她真正在Andro身上的鏡頭 - 也不是全部 - 是 - 有其他角色的進行 - 我不是說一定要說服你喜歡這部劇 - 尤其是首個幾集是慢的 - 是 - 要放下鎮戒目容後 - 持放鬆地去看電影 - 要給另一種 - 不是看慣經常《馬佬劇》 - 即是《鷹眼》 - 或者賣拍遠片 - 不是那種氣氛 - 不是幾分鐘有個激戰 - 幾分鐘有個笑話 我也喜歡他營造的儀式,無論是烤鐵或民族的色彩 他是用黃色去做主統,很小聲戰會想到一些事情 他很大膽在《搶劫案》的電影構思整個民族的節日 你看回電影,第九集好像有一個節慶的鏡頭 你記得嗎?有一群小朋友在這裡 你將這兩集一比,高低就立見 無論是鏡頭,無論是描繪實的技法 怎樣才有儀式感 那一場就這樣,歌舞表演的節日氣氛 還有在編代裡面,他真的可以由舞去展示給你看 這裡是一個虛構的民族 他做了一個虛構的節日 但你感受到那種莊嚴和族人是很重要的 第十二集也是一個民族的習族 你是孤星淚人嗎? 當然,有孤星淚的鏡頭 我不穿太多了 但是最後一集就是,我覺得完全是致敬孤星淚 孤星淚就是講法國大革命 所以他是講一個關於革命的故事 但是他那場革命之前有一個前奏 就是某一場類似是葬禮的儀式 當然也是虛構的儀式 就像中段節日一樣 但是那個儀式也是做得很好 而且開始他講回在地的星球夜生活 那種感覺是幾分實在 因為都是未來,但是舊 舊這件事很重要 舊這件事才令到整件事有真實感 是的,因為他其實,尤其是有幾段 有師兄都會講 第十二集有兩段獨白,兩段對白 都是很觸動到人的 其實他那個,你覺得那件事很有時間感 即是舊的,民族已經存在了很久 而就是因為他們的生活一直都是這樣 那種麻木,令到那個皇帝有機可成 其實那個Andor的繼母 都是這樣的意思 就是我們太習慣了 太習慣了這種生活方式 就好像你這樣說 無論是設定或鏡頭 營造了那種舊 都是配合故事的宗旨 例如城館的家 那種感覺都好像六、七十年代的妝環 在吃一些宗米片 又差遠一點 其實整套Andor有沒有機會 有一些一比六會出呢? 比較穩一點 他不是賣產品 Black Series有 Black Series有,但出得很肉酥 是呀,很肉酥 為什麼這次不漂亮呢? 我想賣,看到冰仔還可以 我看到Andor穿軍裝 穿軍裝可以 只有那個漂亮 那樣子比較便宜 二百多元 那樣子比較漂亮 因為Andor好像出了三個 那樣子很漂亮 那樣子很漂亮 明明這個 Series 平時都很棒 這次不失手 真是激勢 但是有革命家的模型 好像漂亮一點 頭條比較漂亮 革命家出了嗎? 我看到相片 所有的本都是時候說 雲子 好,我們說到雲子 那樣子 要阿迪操控一下 沒有電腦 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歡 喜歡Andor 但是我明白 有其他師兄不喜歡 這些東西是不能說服 我不會說 你不喜歡就是你 絕對不關事 我覺得 每樣東西都有人喜歡 你千萬不要把自己的價值觀 強加在別人身上 這是很錯的 如果他的節奏方面 可以再加速一點 其實我很痛苦 在一個媒體 我又想一次過熟悉的情況下 這是周門 這是很難的事 但是我覺得他的慢 只能說他不是失手做得慢 他是真的要用這個節奏 你才可以代入到護士 尤其是第十二集 他繼母說過 即是他的遺言 已經說了 就是我們就是 被這個生活 這個時間磨滑了 令到這個 Empire 慢慢慢慢在我們的生活上 我們侵入了 而我們慢慢慢慢接受 因為我們一直都在睡覺 我們一直都在睡眠狀態 所以我很印象 就是寫這個故事 他是什麼人 是不是香港人 好瘋 因為美國人他經歷過什麼 為什麼可以寫到這些 因為他們兩邊都寫完 無論是受權統治之下 來了來了 還有統治他們的人 那些國安 因為他經常都會拍攝國安團隊 開會 那些心態 所以他兩邊都可以拿捏得很好 兩邊都有說 真的很瘋狂